好看一下啊 那么刚刚这一部分呢 是我们后台更新购物车记录的 它的一个视图里面的代码啊 那么现在呢 我们要结合前端的这个代码来做啊 那么关于购物车记录的更新 其实呢 无论是你增加减少 还是呢去手动输入啊 都是涉及到这个购物车的更新啊 我们在这里面呢 就先以这个增加的例子啊 给大家说啊 先以增加的例子给大家说 就是用户呢 他一点击这个加号的时候 你就应该去更新购物车里面的数量 把它的数目呢 给他往上呢去加一啊 加一啊 所以呢 在这边 我们需要呢 去绑定这个增加按钮 他的点击事件啊 只要他一点的时候 我就应该往后台呢 去发一个请求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你要看 你就需要呢 去找到这个前端 找到这些加号啊 他的这个都在哪 首先他有一个class 对吧 所以你要找他 你只需要呢 是dollar.add 对吧 这就找到这些增加的A标签 然后呢 我要绑定他的点击事件 叫做click 对吧 click啊 所以你只需要把这些 放到我们的下方 然后呢 在这里面去写的时候 这里面 购物车啊 就购物车 商品数目的啊 商品 数目的 商品数量的增加 那么在这个呢 其实呢 就绑定他的点击事件 当他一点击的时候呢 我要去执行这么一个 方法 那么在这方法里面呢 我们首先看一下 我们要干嘛啊 那么刚刚分析 后台这边 说你要给我传过来 这个商品的ID 和商品的数量 所以呢 我们在这边 你应该呢 去获取 获取我们商品的ID 对吧 和商品的数量 那么这个数量的话 看一下数量在哪啊 那么首先先看 这个商品的数量啊 那么你这里面呢 你的dollar.add 你注意啊 你的dollar.add 就是这个 你点击的A标签 那么 然后呢 这个数量在哪呢 比如说啊 这是你的A 这个数量是不是 在他的下面 是不是 你dollar.add 是你的A 他的next 是不是就他 所以呢 你只需要呢 去找到 他的next的value值 是不是上面的数目 所以呢 你在这边 你要写的就是dollar.add this.add 对吧 他的value值 就是我们 这个构成 这里面商品的一个数目 等于 con 那我要获取商品的ID呢 你看到商品的ID呢 现在在我们的这个页面上呢 他没有 没有怎么做呢 我比如说 我给这个input加一个啊 我就给他 在他里面去加 加上一个属性 叫做sq.id 等于我们的 isq.id 那么我这里面同样的啊 我点击1的时候 我要获取sq.id 就是他的next里面的这个自定义属性啊 所以这边也是一样的啊 直接呢 是sq.id等于 dollar.add 对吧 到这次 点next的 他的一个自定义属性 叫做 attr 名字呢 叫做sq.id 好 所以这两个必要的参数呢 我就可以呢 拿到了 拿到之后呢 发起的请求是post的啊 所以呢 csf的验证 那么在页面上啊 比如说在这里面呢 去加一个 csf2k的一个标签 然后呢 再去发参数之前 先把这个东西呢 给他 拿到啊 就是到了 还是呢 根据我们 找我们的input 根据名字来找 name呢 等于我们的这个csf me的 me的吧 i2k 然后找他里面 直接呢 点他的这个 value 好 然后下面呢 我在发起请求之前 我先组织一下 这个参数啊 把它放在一个字典里面 组织我们的 参数 直接呢 就是定一个字典 叫 pyrams 等于我们的这个 sq.id 对应的 就是我们的上面的 id 然后呢 数量 cana 那么这个数量的话 你想一想啊 我们原来数目是他 对吧 我一点击加 这更新的数量 是不是在他基础上 加一个1 对吧 所以我在这边 我也转换一下啊 写上一个就到 count 等于我们的 pass int count 加上一个 1 对吧 所以我这边 传过一句呢 应该就是 count啊 OK 最后呢 我还要把这个参数呢 也给他 传过去 所以这边的值呢 就是我们的 csf 好 那么 那么 然后呢 我就可以呢 有参数之后 我就可以呢 发起我们的 发起啊 我们的 rx post 请求 那么访问谁呢 访问我们的这个 访问啊 我们的 cata update 这个地址 更新的地址 那么最终呢 我传递的参数 我要包括传递的 传递啊 参数 这个参数呢 包括我们的sq.id 对吧 还有这个 count 那么你就可以做了啊 直接呢 是 dollar dmpost fm的地址 谁呢 写在第一个 叫做cata update 我要传的参数呢 都在我的这个字典里面 叫做params啊 那么 params 那么最终呢 他呢 会给我 返回一个数据 对吧 在这里面 我是不是可以呢 做一个判断吧 判断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呢 去判断啊 这个 if data 它的is 等一等一 成功的时候 是什么值啊 看一下后台 那么最终成功的时候 给你返回的是这个 5 所以呢 你就可以呢 去做这个判断了啊 直接在这里面 点击点开它 如果等于5的话 说明这个 更新 成功 是吧 否则代表这个更新 失败啊 更新 失败 好 那么这个更新成功的话呢 你注意啊 我可以呢 更新失败的话 我在这里面 把这个错误信息呢 给它弹出 就是data.error message啊 errormessage 然后呢 在这里面 更新成功 做什么呢 在它 更新之前 我可以呢 定义一个变量啊 这个变量叫什么 比如说我定一个 叫做error update啊 errorupdate呢 我给它设置为 这个false 代表更新成功的 如果它更新成功之后 这个errorupdate呢 它的值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false 好 如果它更新失败的话 这个errorupdate呢 我就给它设置为 true啊 errorupdate的设置为true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下面呢 经过这个更新之后呢 我就可以呢 去判断更新的是否成功啊 判断更新是否成功 好 就如果 对吧 这个errorupdate 等于等于false的话 说明这个更新 它是成功的 对吧 成功的时候我要干嘛 你看一下 我需要去做什么啊 你一成功 对吧 我首先 这个数字 我是不是应该给你 往上加一个1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面啊 需要呢 重新的啊 重新的去设置商品的数码 重新 那么设置商品的数目 就是把它加1 好 那么把它设置完之后呢 下面你去看一下啊 我这个商品呢 还是看这个页面 我既然这个商品数目增加了 小G要不要变 对吧 所以呢 你紧接着你要做什么呢 计算商品的 小G啊 就计算商品的 小G OK 那么 再往下呢 计算商品小G之后啊 下面 哎 我这里面 我点击增加 小G一遍了 下面这个要不要变 对吧 这个要不要变啊 分情况 假如说 前面没有被选中 对吧 你点击下面要不要动 不要动啊 你只有你选中的时候不是 他才他才动 对吧 哎 所以呢 你在这边继续往下做的时候呢 你需要做一个判断啊 就是获取商品对应的 checkbox 他的选中 状态啊 如果对吧 哎 如果被选中的话 如果被选中 你需要呢 更新这个页面的信息 对吧 就是我们下方的这个 东西啊 否则是不是什么都不做 对吧 哎 那么这里面呢 你注意啊 对照这个步骤 我们就可以来做了 重新设置这个商品的数目 那么这个商品的数目是谁呢 就应该是设置为 加一 靠的这个值 所以呢 我在这边写上一个 $ 我们的$ 然后呢 写上一个 看一下这个$ 这是吧 他的点 next 就是我们的书框 他的value值 就应该是我们的 靠的啊 就应该是我们 加一周这值 好 然后呢 计算商品的小计 那么计算商品的 小计的话 你在这里面呢 其实呢 我们呢 可以单独的 写一个函数 计算这个小计啊 在上方 我们在里面 再来一个函数 叫做计算商品的 小计 好 那么这个计算商品的 小计的时候呢 你要计算哪个商品的 小计 对吧 你update 我叫做gooseamount啊 update 我们的gooseamount 计算上面的小计 你要计算哪个商品的小计 你把这个商品 他所在的这个UL元素呢 给我传过来就可以啊 我只要给你 你把这个商品所在的UL 给我传过来 我就可以在里面呢 去获取这个 获取商品的 获取我们 商品的价格和数量啊 和数量啊 然后呢 去做一个计算 其实呢 就是价格的话 跟我们上面这个 其实一样的啊 你只需要把这里面的这个 数量 数量就这样获取啊 只不过呢 你把这里面的DollarZs呢 给它改成了这个 SKU UL 因为这个 你获取的是哪一个商品呢 你要把这个商品 外面的这个UL元素呢 给我传过来啊 我就可以拿到 它里面的这个 数量 然后价格的话 我也是啊 SKUUL.find 谁呢 看一下这个价格在哪 然后你注意这个价格呢 就在这个 子元素C205 对吧 所以我这边呢 我就可以呢 不使用这个find的 我最终我要使用的是 这个children啊 children children里面呢 写上一个点CUL05 点它里面的内容 点它里面的text啊 好 这样的话 我就拿到这两个值了 我下面我就可以 计算商品的小计 比如说我们叫做amount 等于 对吧 这两个值呢 你要做一个转化 等于我们的pass passint啊 passint counter 乘以我们的 passflutter price ok 最后呢 计算完之后 我要去 设置 商品的 小计 设置我们商品的小计啊 那么这个设置商品的小计呢 还是啊 其实呢 这边呢 设置商品的小计 你看到 商品的小计 我们说在哪 那就在这个CUL07 你要做的是什么 只需要在这里面去 找到它子元素 SKU UL 找到它子元素 -children children children 然后找到它 类 点CUL07 设置它里面的内容 text等于我们的 amount 那么amount 说呢 这边 你说呢 它需要保留两位数字 并且后面还有一个元 在这里面 点 tufix 写上一个2 然后呢 再加上一个元 ok啊 这样的话 这个函数呢 它就是计算一个商品的 小计 那么你在这里面要计算的话 我们只需要呢 去 调这个函数 直接呢 就到 up data goes amount 对吧 我要把这个 UL元素传过来 那我的dollar this呢 我们说呢 是这个 A标签 A标签 所在的这个 UL元素的话 其实呢 就是它的 parents UL 你在这里面 你要传的 就直接啊 传的话 直接呢 就是dollar this 点它的 parents 谁呢 UL啊 这样的话 就把它传进去 这里面呢 是计算商品的小计 然后再往下啊 获取商品的 切kbos 它的一个选状态 那么这里面呢 is checked 等于我们的 好 获取商品对应的 切kbos 首先 先找到它 复习的UL 对吧 找到它 复习UL里面的 这个切kbos 直接写上一个 find find 谁呢 冒号 check box 然后找到它的 属性的值 叫做proper 然后谁呢 checked 好 这边是不是找到这个值了 你现在就可以判断了 我们说如果它被选中的话 我要更新这个页面的 信息 如果我们的 data 如果我们的这个 is checked 成立的话 说明被选中的话 我要更新页面信息 那么 更新我们页面 信息 好 更新页面信息的话 其实呢 就是计算被选中的商品的总件数 还有呢 总价格 那么这个呢 上面一开始呢 已经写好了一个函数 就是update pager info 所以呢 你只需要去调用它 在下方呢 去写上一个 update pager info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给你实现一个 更新啊 实现更新 那么比如说我在这里面呢 写完这个之后 对吧 我们就试一下我们这个效果啊 然后把它拿过来 在这里面 点击这里面的 刷新 好 刷新完之后呢 我在这里面 比如说它的数量 我要增加 我把它放大一点啊 我们在这里面 我要加持音呢 我要加一下它 点击 增加 是不是3变了 看一下下面有没有变啊 下面也变了 对吧 那比如说我现在不选中 对吧 我不选中它 我点击增加 那你注意下面变不变啊 点击增加 是不是上面 只有小G变 下面也没变 对吧 但你注意我们这个效果呢 虽然它可以啊 虽然它可以 但是呢 在这里面 那你这边去变的话 比如说啊 不管那个商品有没有被选中 你点击增加或者减小 全部商品的总件数要不要变 对吧 这个可是显示你购物车里面 全部商品总件数啊 就不管有没有被选中 是不是总件数都在这边 做一个显示 你只要加或者减 或者省动数 它都要显示啊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值呢 是没动的啊 没动的话呢 怎么做啊 其实呢 我们在这里面 你做完之后 我们就要去更新 这个 更新啊 我们的页面上 购物车 商品的总件数啊 页面上 页面上啊 购物车 商品的 总件数啊 总件数 OK 那么这个呢 其实呢 你就需要更新它 但是我们这个值呢 现在我们没有 那么怎么做啊 在 后台这边呢 我们更新完之后 我们可以呢 做一个 计算啊 统计啊 计算 那么 用货 购物车周 商品的 总 件数啊 那你注意啊 这个总件数 它呢 不是我们之前 讲的这个 条目数啊 不是条目数 它是商品的 总件数 比如说 我加了1 对吧 加了5件 那么 加了这个 IDV2 加了 3件 那么这个 总件数呢 就应该是5 加上一个3 而不是这个 HLens 对吧 两条啊 那是条目数 这是总件数啊 所以这边怎么做呢 你呢 需要把这里面呢 cutK里面的 所有的 Value值呢 给它 拿到啊 那么这个呢 其实呢 我们 哈希里面有一个命令 这个命令呢 叫做H Values啊 就取一个哈希里面的 所有的Value值 对吧 这这个命令啊 那么在我们这边呢 你注意啊 在这边呢 你就可以在这里面 看到这个 它里面啊 有一个对应的函数 CtrlF 写上一个H Values啊 看到它 是不是根据一个名字 最终给你返回一个列表 对吧 List of Values Vist的哈希 就哈希里面的所有值 作为一个列表 都给你 返回 那么我们呢 就可以呢 去调用这个 Connection的 这个方法 去拿到这些 Values 拿到Values 拿到这 那么这些Values呢 就是购物车里面 上面的数目 我就可以呢 便利啊 直接呢 我们就直接 Four我们的这个 Total 比如说 我就在里面定一个变量 变量之前呢 我先定一个 叫做Total Count 等于我们的 L 然后呢 Four Value 进我们的 Values啊 每一个做一个 累加 TotalCount 加等于我们的 Int Value 好 这样的话 经过这个循环便利之后 我就计算出来了 最终计算出来之后 对吧 我要把这些数据呢 我要把它发给 放在Json里面呢 给它传回去 直接写上一个Total Count 然后呢 写上一个这个 Total Count 好 最终 那么我拿到这个值之后呢 我成功之后 它给我返回到里面呢 就有一个叫做Total Count 那我这边怎么去拿到它呢 比如说这里面更新成功之后 是不是就有这个值 那么这个值怎么拿到呢 我可以在上面 定一个变量 叫Total Total 等于这个 0 然后在这里面呢 这个 成功 Total就等于我们的 Data 点Total Count 点TotalCount 然后呢 再往下这里面呢 最终我在设置的时候 我是不是又可以设置了 对吧 你看一下 你要设置它在哪个地方 我们要设置它在哪个地方呢 就在这里 其实呢 它的类叫做它 对吧 那我就找到它 到了 点 点Total Count 然后呢 找它子元素 Chillin Em 然后设置它里面内容 对吧 内容呢 就Text 就应该等于我们的Total 所以你在这边 把这句呢 拿过来 放到我们的 下面 那么这一步的话 其实呢 在我们这边 直接呢 就是Text 这边少一个引号 它里面的这个 就应该等于我们的 这个Total 好 那么然后呢 这样的话 我们就在这里面去看一下啊 我们的这个例子啊 你在这里面直接点击进一个刷新啊 点击一个刷新 好 你注意啊 点击做一个刷新之后 对吧 我比如说我点击这里面的增加 点击增加 比如说我点击增加它 这个呢 看一下 它就变成零了 对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值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值 那你注意啊 它为什么变成零的呢 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啊 首先 看一下啊 这边是不是定义零 我们说 你要设置这个值 你要设置这个值的话啊 这个值是不是要等这个回调 执行完成之后 它才会给它复值 那么现在它直接是零 它就没有去等这个回调 执行啊 我们给大家说了啊 我们默认注意啊 默认发起的RJX请求 都是一步的啊 都是一步的 都是一步的啊 不会等回调函数执行 对吧 不会等回调 不会等我们到回调函数执行 那么刚刚呢 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 你看一下 你只要发起这个请求 这个回调是不是没有执行啊 没有执行 是不是就往下走了 你往下一走 你最终设置的TotalCount呢 是不是就是零 对吧 所以呢 这个这边怎么做呢 在这里面 发起请求的时候 在之前 设置RJX请求为 同步啊 设置RJX请求为 同步 那么这个怎么做呢 Dollar Dollar 点RJX Setting点 ASMC等于这个 False 代表呢 是一个 之后发起的请求 那就是同步的啊 那么说这个 这个选项呢 注意啊 它的设置呢 是影响全局的啊 你为了不影响其他的 我再发完之后呢 我再把它 设置回来啊 设置RJX请求 为 一步 好 这边呢 直接就 Dollar 点RJX Setting 然后呢 点 ASMC等于这个 True 是吧 AdtingTrue啊 OK 那么这样的话啊 我们你只要这样 你只要这样做的设置之后 这个请求发出之后 在这个回调 执行完成之前 这个代码呢 就会一直阻塞在 这个地方啊 那么最终的话 你是不是就可以呢 去拿到这个值了 对吧 它的偷偷一定可以设置啊 那我们就看一下啊 你在这里面 点击这里面 刷新 这里面是17 对吧 比如说在那边点击增加啊 点击增加 哎 是不是18 再点击是不是19 对吧 比如说我不选中啊 我不选中的话 下面这个应该不变 但上面这个应该变啊 点击增加 哎 是不是就变了 吧 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啊 发起请求的时候 需要呢 发起一个 同步的啊 除了 你注意啊 除了我们的这个 Total需要 你发起个同步之外啊 还有其他地方 也需要发起同步的啊 你比如说 按照我们之前发起的异步 你仔细看一下啊 我的LRP对设置为False吧 设置为False 如果我发起的异步的 那我一发请求 他就往下走了 我的LRP对是不是永远为False 对吧 所以呢 你就根本不知道 他到底有没有更新成功啊 你只有发起同步的啊 最终你这个LRP对的值成功之后 一定是False 失败呢 就是除啊 后面的这些操作 它是依赖于你更新的一个结果的啊 更新的一个结果的 OK啊 那么这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数量的一个增加啊 一个增加啊 在这里面发起 你到时候要注意 发一个同步的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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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